今天给你们更新有索机四大必备技能 如果你学会了 直接通卡连接 如果你学不会就pass 直接去考虑广行或者无所 好了 第一个技能装卡 手机卡这样 卡进去 有索就会 飞进去 有这个手 OK 吹屏 这就是你们要学的第一个技能 把卡装进去就完事了 主号蜂窝数据 这个是要选自己的号码 分清楚 这个也是默认语音号码 也是自己的号码 在自己的号码打开 选择数据漫游打开 然后现在开始卡电机 第二个技能 加载IPCC 移动联通用户 要知道 来 进入 你的手机号码点进去 SIM卡应用程序 最后一个 选择加载IPCC 接受 稍等一下 它会跳进去 点关闭 进行 发开解锁 点继续 等上面出现5G信号 这里会有不使用WiFi并继续 点继续 点住左上角的返回 下拉到软件更新已完成 然后松手进行锁屏 等待自动亮屏 一分钟左右 手机亮屏 点IPCC 接受 这就是你学会的第二个卡电机技能 现在我们的手机状态给大家看一下 是不能横平的 计算器不能横平 现在我们开始第三个 一键注销解决横平和消息延迟的bug 手机下载音乐播放器 不论是QQ库果还是网易云都可以 然后我们进行这个操作 点住手机任意界面 在加号这里往下拉 这里出现了一个其他 找到QQ音乐 点进去 点住这几个字 往左滑 OK 手机亮了 关闭 需要激活 点击交 现在我们再测试一下计算器 OK 已经完美 解决 好了 这是你学会的卡电机第三个技能 接下来是第四个终极技能 如何给卡电机省电 你们都说卡电机耗电 怎么给他省电 来开始 点进设置里面 进入到 蜂用 找到时间与日期 把自动设置关闭 找到时区 选择新加坡 因为新加坡的时间 是和北京时间是一致的 但是你选择了新加坡的话 你的eSIM就不会异常的搜索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 进到隐私与安全性 找到定位服务 系统服务 往下 看到这里 这些都是你耗电的来源 但是你最耗电的是这个 蜂窝网络搜索 这个是eSIM 把它关了 你第二天再去看 有没有蜂窝网络搜索的耗电了 它就没有了 在这里面的 如果你觉得不重要的 就可以关掉 以上就是卡贴机 你需要学会的四大技能 如果你学会的话 卡贴机就可以闭眼冲 如果你还是学不会 那就去冲博航吧 无所也可以 无所便宜的话 无所也行 好了 本期视频就这样了 拜拜